没错,大疆教育无人机RoboMaster TT来了 哦,简单介绍下 它是大疆首款拥抱开源的教育无人机 内置ESP32芯片 提供Arduino和MicroPython开源编程环境 为学生和老师打造一款可飞行的开源硬件平台 它长什么样吗? 嗯,这个造型还是第一次见到,挺奇特 别急,慢慢给你讲 它为未来而来,通过添加不同的第三方传感器 配合开源拓展配件包 可以实现丰富的人工智能应用 有点意思,讲来听听 它集成TOF红外测距传感器 可测距避障,智慧感知 来,给你绘制个室内地图看看 人脸识别并跟踪也可以实现 来,跟我走 另外,也可以轻松完成手势识别 手掌控制也不在话下 除了这些以外,它还提供转接拓展板 可方便实现用户新增传感器机调试 开发更多人工智能应用 实现生动创意 哇,有点厉害 它更是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多机编队,so easy TT采用安全器上的设计理念 飞行更安全,新手也不怕 它新增5.8G Wi-Fi模块 抗信号干扰能力更强 飞行更流畅 它支持图形化编程 Python等多种编程语言 还可通过APP控制,飞行更轻松 走,玩起来 更加入了可编程的LED灯 配合音乐、动作 可实现颜色频率变化 让多机飞行更酷炫 它还搭配了可编程的点阵屏 在多机编队飞行中变换图案 传达独特新意 嘿嘿,更多新意 从屏显示 没了 别急,还有 它支持多种第三方配件 比如Gameser遥控器控制 哇,还有吗 还真有 针对学校和培训机构应用场景 它还配备了深入浅出的系列课程 及专业的系列赛事 形成一套领先行业的 无人机与人工智能教育解决方案 帮助学生走进智能飞行世界 这就是TT 你的创造力无可替代 vor评一年 号码 ·演唱 奈 毕竟 忽